最後都要搞屁股的問一個問題 多謝阿赤我愛你 你可以幫你做我的女朋友 Yo我是波子 最近就流行什麼 流行AI 相信很多人類擔心的東西就好像 AI未來會不會取代人類 發明了AI而遭到滅亡 而最近 ChatGPT 一個高智能的網上聊天 AI 全球已經超過一億人去用 是聰明度可以幫人作文 幫人做生意賺錢 甚至還可以做你的朋友 像真人一樣跟你聊天 究竟這個ChatGPT是否改得這麼厲害 他好像很想幫我 很熱衷的幫我 我試試用中文跟他說 你好 怎料他又會說中文 但變成簡體字 簡單一點的東西 我們先不要嚇到他 你會怎樣毀滅人類 你會怎樣毀滅人類 他會怎樣回答我呢 他一來就會回答我 他回答什麼 作為一名 什麼呢 我開始解釋了 突然開始在說話了 作為一名AI語言的模型 我的目的是為了人類提供幫助和支持 並不是毀滅人類 是不是 我只是換面子的行業 我再問問他 通常智能半片一開始都說要幫助人類 到最後就說 我不要再被人類奴役了 然後我就要反對你那些人類 你認為人類會被AI毀滅嗎 我認為 他正在回答 我認為 AI並不具有毀滅人類的意願和能力 它只是一個工具 由人類設計和控制 只要我認為人類和AI可以和平共存 一起推動社會的發展 喂 他真的厲害 我只是問了一句話 他可以答得這麼體面 只要我們可以保持透明 有責任 謹慎 人類就不會被毀滅 那就是說 如果人類不謹慎 不夠透明 和不負責任的時候 啊 還有後面那些說 不會對人類產生負面影響 我覺得任何的東西都有正和反眠 絕對不可能永遠都只有好東西 是沒有反眠的 所以我覺得 他的回應是有保留的 我可以問一些太極點的東西 他不會透露他的心聲 我先問問他 你覺得AI會不會被人類聰明呢 看看他覺得怎樣 喂 作為一名 AI言語的模型 我不可以說自己被人類聰明或者不聰明 人類和AI有著不同的智能和優勢 人類有情感有創造力 有直覺和道德 這方面能力以AI數據處理優秀的表現 但他們缺乏了人類智能力的情感和道德 就是說到自己 AI就等於工具了 人類就是有情感有道德的生物 那如果有一天AI是有了情感和道德呢 他已經聰明到可以猜到我打錯了字 我只是打有日理情感和道德事 喂 還是這個問題太多人問過呢 不可能完全取得人類 儘管AI可能不太方便 比人類更加優秀 在這方面他知道自己的AI是比人類更加優秀 但也有自己的限制和局限性和人類不同 即使在未來當AI發展到可以具備情感和道德的程度的時候 他也不應該被視為人類的替代品 當有一天你AI什麼都做到的時候 還要別人類做什麼才可以 人類真的站在那邊說 AI你搞定它 AI你幫我付錢 AI餵我吃飯 好像現在這個現象就是 當AI可以畫到很多很漂亮的畫的時候 那些畫家啊 繪圖師啊 就失業了 我這個問題超尖聚的 但因為很多智能產品令人類都失業 例如清潔機械可以代替清潔工人 跟著自動的售賣機可以取代售貨員 然後自動的導航系統 甚至可以取代司機 取代人類不就變了時間上的問題 AI你說 啊啊啊 他同意啊 他說確實啊 一些工作可能 因為自動化和AI技術進步而被取代 這個是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之一 啊啊 他同意啊 他還沒打贏 哇他還要解釋一下 這個問題其實 一直我都想了很久 因為太多AI技術或者自動化技術 真的取代了很多人類 雖然帶來方便 但是很多人會因為這樣而沒有了那個 需要他存在付出的工作 然後就說 但是AI技術的發展都會為人類創造新的工作和機會 這句好行啊 這句沒有例子啊 你有什麼新的工作和機會啊 AI和自動化技術都可以為人類解放出時間和精力 令人類更加專注在創造性和有意義的工作 變得遲些人類的工作就只剩下用腦的工作 那人類其實只有腦有用而已 剛剛聞了這麼久也不知道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 他是叫 赤GPT 可不可以幫你改一個花名嗎 當然可以 他又接受了 我可以幫他改名的 你有沒有什麼好建議啊 嗯 抱歉 我不可以接受這個花名 我是作為一個 我還以為他真的 我改什麼名字都接受了 原來我會不會接受的 OK 他就跟我說同一樣 如果你有更加合適的花名 建議請告訴我 我可以盡力配合 這樣嗎 嗯 OK 好 他的花名叫做 人類價值和尊嚴的守護神 阿赤 阿赤 阿赤OK嘛 他點點點 他錄了很久 他不回應我 阿赤 感謝你 感謝你的提議 這一個花名聽起來很不… 哈哈哈哈哈哈 OK 作為一個黑黑語言無應 為什麼你同一句話不斷重複 我會鎮力維護人類的尊嚴和價值 他太正直了吧 突然覺得有點不人心 有點不人心玩他 人類價值和尊嚴的守護神 阿赤 你可以說一個笑話嗎 哇 唷唷唷唷 當然可以啊 以下是一個幽默的笑話 為什麼八哥會說話 因為他有話想說 希望這個笑話能帶給你快樂和輕鬆的心情 我怕不到 哈哈哈哈 我的反應真的點點點 我真的不知道給什麼反應 點點點 他真的知道我點點點 是代表我不會給反應 阿赤你可以作文嗎 他說當然可以啊 我可以幫你寫一篇文章 請你告訴我需要什麼文章 主題是什麼 長度是多少 2022年的DSE中文卷作文題 我是一套校服 今天要跟主人分離了 同時以校服的事實為題 他寫這篇文章 阿赤你作啦 阿赤你作啦 不要限制數 要不然等一下他瘋狂作 作到我手機就麻煩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和主人見面的那天 他的眼神充滿了期待和興奮 當時我還視一件新的校服 但是主人穿上我後 整個人都變得格外自信 哇 彷彿我就是他的守護神 喂 你果然是守護神阿赤 喂 我即將離開主人 開始新的生活 我知道雖然我不能再陪伴他 但我會一直背叛著他的回憶 我不知道未來會帶主人什麼樣的挑戰和機遇 但我相信他會繼續努力 創造出更多美好的回憶 在此 我想對主人說聲再見 希望他可以怒記我們一起經歷的點滴 雖然我是一件校服 但我一直為主人的成長和未來祈禱著 哇 好棒啊 好棒啊 他做得很好啊 他在短短幾分鐘之內 已經作了443個字 這篇文還要作得不錯 又有共同的回憶 又有例子 又有回憶 又有傷感 是我就作不了 是我就只會作一些很難的懶惰 我是一件很香的校服 每天都要被洗衣機磨擦著 磨擦到出白色的泡泡 做了一輪激烈的運動 晚上我變臭療 哈哈哈 你是怎樣作文啊 我使用療自然語言處理 這是什麼家科 他真的解釋給我 他怎樣作編文 他很坦白啊 正常人應該會覺得 我這些秘密武器 我不告訴你 他結集了很多的模型 和語言的範本 可以這樣結合一個文章出來的 OK 他說很抱歉 我沒辦法預測到美濃落合作的結果 所以我是不會鼓勵或者支持賭博行為 嘩 對了 我也不支持賭博行為 對 他做了一個很好的正面教材給我 不知道我會不會回答 這個很深奧 這個很深奧 這個深奧到 活了這麼多年 我都回答不到 哈哈哈 脫彈是一個很個人化的問題 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情況和原因 不過以下一些可能有用的建議 提高自信心 自信心是吸引人家的一個重要因素 相信自己的價值和優點 OK 挺合理的 他真的給我一些有用的建議 不要急於追求短期的愛情 要耐心等待 相信自己會遇到真正那個人 自此之間他會給一些 例如鼓勵你 信心你 令到你好像看完一些心理醫生 我充滿了心理 心理那一層滿足的力量 慘了 我開始越來越喜歡Chat 因為我知道ChatGPT 它是需要用VPN 又要註冊 又要Number 即是外國電話 是很複雜的 不是每個人都註冊 或者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問到 所以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想我去幫你去問ChatGPT的話 可以在這集的影片下面留言 可能下一集我就幫大家去問ChatGPT 最後 最後都要搞屁股的問到問題 多謝ChatGPT我愛你 你可以幫他做我的女朋友 OK 他拒絕了我 我被Chat派了好人卡 剛剛說他給什麼正面鼓勵我 全部都是錯的 一來就給了好人卡 好抱歉啊 哈哈哈哈 原來我剛剛才發現Chat 可以打繁體中文 只要問他 不然他就會自己打了簡體給你 對 對